今天是2022年6月26日 台湾总确诊人数39,586人得武汉肺炎死亡人数134 每天依然死亡很多人 但现在更严重的问题是 台南是发生首位猴斗感染者 是一位从德国回来的25岁留学生 就在我们台南市 而他有到高雄市就诊 所以现在匡列很多人要隔离 所以 来 拍一下 我们掌声给我们的韦哲哥哥 感谢他的磁场如此之强 但这不是重点 现在的重点是 新闻报导 桃园十个二萨去台中市乳肉饭店 无故杀人 你听那个理由很瞎 十个人来到这家乳肉饭店 看到完全陌生的男子 他跟人家打招呼 好像认识人家 但是人家根本不认识他 所以就反应很冷漠 结果这十个桃园来的人 竟然就拿刀把围殴 把这个完全陌生 跟他是不相似的台中人 给活火打死 这件案子很诡异 然后接着隔天 就昨天 新北市 发生 这个 七个男的 冲 冲入店家 拿刀杀人 砍伤了两个人 而且这七个人 就是来闹的 完全无远无故杀人 我个人觉得 这案子不单纯 为什么 这个我们可以从 中国大陆 发生 徐州铁链女 事件之后 徐州当局 为了要把新闻压下去 他就 首先 去找另外一个人 真正的铁链女 受害少女 叫做李盈 长得甜美 可爱 漂亮 但是 徐州当局 就去云南 乱说啊 这个铁链女 真正的身份 是 是云南 一位五十几岁的 叫做李 李花美的 然后 为什么要把年龄 弄大 年龄 说不定 就可以把新闻热度 给降低 但 徐州当局 错了 发现 铁链女 事件越滚越大 最后就怎样 爆发了唐山 唐山事件 这个叫做 违未救兆 用另一件 更大的事情 把另一件事情 压下来 因为现在 很多人 都要求 要把真正的铁链女 找出来 铁链女 不但没有被救出来 而且就 就这样 人间蒸发 而 有人推测说 真正的铁链女 铁链女 已经被送到 精神病院 而且已经被杀害 所以现在 完全找不到 铁链女 铁链 那 事件 因为热度很高 所以这个时候 另一件大事情 就来把铁链女 事件给压过去 那就是唐山烧烤店 杀人强奸事件 有一个可疑处就是 不是一个 很多 很多可疑处 其中一处就是 当时 这个凶手 陈继智 在猥产女孩之前 是先到柜台 去说了一些话 其中 其中的话是 把那些女的 弄到外面 弄到外面去 也就是说 陈继智 跟店家 是认识的 而且有可能 就是店家通知 陈继智 他们来 来这里 然后 另外一个 诡异处就是 当他们把 黑衣女 拉到楼上去 轮抱 之后 然后 活泼把她 打死的时候 那个凶手 曾经大喊 打死一个 他为什么 会讲这句话 那是他在 他在向上面 上级单位 回报 说我们已经 按照计划 已经杀死一个了 再来就是 陈继智 他是有拿刀的 他拿一把砍刀 也就是说 他们本来的计划 就是要这四个 女孩子死 而 再来的诡异处就是 警方公布 那个女孩子 送衣 送救护车 脸上都包扎 那个相片 现在已经被抓包 说 那根本不是 受害的女子 因为 首先 裤子不一样 女孩子 穿的是警生 牛仔裤 然后 相片中 是短裤 而且那个 短裤 而且那个拉链是开的 然后上衣 白色的上衣 也不一样 那个上面打的是 颜色不一样 所以根本不是 不是同一个人 那个相片里面 公布的相片 那是另外一位 被强奸 殴打 重伤 可能也是死亡 是另一件 我们不知道的 案子 所以 所以河北 河北保安局 在21日 公告说 四位女孩子 两个轻伤 两个轻微伤 然后年龄 也是25岁以上到30几岁 跟他们 女孩子 真正的年龄 18岁 19岁 完全不一样 而且 而且满地是鲜血 而且凶手 陈继志还拿砍刀 然后大家 也 也看到那个录影带 被打得很惨 竟然 竟然被说成是 轻伤 轻微伤 所以 官方很明显是造假 那 这件事情 造成 轰动 的确把 铁链女 压下来 然后我们回头来看我们台湾 侯友宇 新北市长侯友宇 演戏 造假 让消防局 骗恩恩的爸爸 然后侯友宇的声望大跌了 77% 他知道 这样下去 他 将来 他将来要选总统 绝对 没有希望 这个时候 中共 要帮他 中共出手 那就是 仿造 铁链女 被 唐山 女事件 压过去的模式 就是在台湾 要杀人 首先就是 桃圆 十个扼杀 无远无故 杀 杀死 台中人 再来就是 昨天 新北市 就发生在新北市 七个人 无远无故 闯 光天化日之下 拿刀 冲入殿内 杀人 但 但我们 我们更担心的是 还有更大的案子 会发生 因为 先前这两次发生的案件 那个受害者都怎样 就是 乖乖的被杀 就是乖乖的被杀 然后 整个事情也没有闹很大 毕竟 被杀的都是难的 如果是 像 唐山 那种少女 被杀 还被轮奸 那新闻铁定会滚很大 所以中共 渗透在 中共 在台湾的 同路人 一定会接到 中共的指令 就是要干大的 要造成轰动 要造成 全台湾人的愤慨 愤怒 然后大家就不会再去 讨论 恩恩事件 我想蔡政府 也已经注意到 这个可能性 所以 大家有没有发现 从昨天开始 当台中 发生 杀人案 新北发生 杀人案 而更早之前 更早之前是发生在那个 博朗大道 有没有 博朗大道 金城武 那个博朗大道 有人被人家莫名 奇妙割喉 有没有 有一个凶手 年轻人 骑摩托车 然后随机 看到人 就突然间 拿刀 把人家割喉 所以说 所以说已经有发生 三次杀人案了 随机杀人案 那 但是 你看都没有造成 新闻的扩大 而蔡政府 可能已经 发学到事情 不大妙 昨天开始 你会发现 除了民事 新闻 周玉寇的 节目之外 已经没有人 在讨论 恩恩事件 很有可能 就是蔡政府 已经 接到 情知 将有人 制造 唐山 烧烤 电事件 类似的案子 来转移 大家对 恩恩事件 对 陈处 不利的 影响 所以我 劝各位 这 直到大选之前 大家一定要 相当小心 如果 歹徒出现了 真的要缓急 不要客气 不然很危险 来欣赏 小朋友的 才艺表演 吧 好 不 中文字幕作成者 由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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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們來的一天空中環節奏 接下來我們要來請我們的來賓 來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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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抓住 來賓 和其他的經濟 一大脫 へ Flug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來請我們的來賓 謝謝觀賞 祝大家平安身體健康